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有一個量子遊戲想請你加入挑戰 好啊 好 那老師我們等一下會給老師五分鐘的遊戲時間 請老師邊玩遊戲然後邊接受我們的問題挑戰 那請老師遊戲開始 OK 好 那想問一下老師從事就是量子相關的研究有多久了 其實大概是最近這應該算起來應該是四年吧 四年到五年的時間做量子相關的 比較跟量子相關接觸的一些研究 之前的話我們在做比較古典方面的一個機體光學 那也是前幾年來講的話 政府有關於這個量子方面的一個program的推出 那我們看的時候要開始比較正式的接觸一些量子方面的一些研究 想問一下老師的專業領域是什麼 我的研究相關的領域比較著重在所謂的機體光學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試著想要把一個比較複雜的光學系統 然後把它萎縮到一個晶片上面 那當然就是當你的這個光學系統 把它就是萎縮到一個奈米 微米尺度情況下它有很特別的一些物理的一些特性 那這份來講的話其實也蠻適合應用在量子 那我想要請問老師說 只是如果有量子電腦我就可以算出樂透的號碼嗎 如果這個密碼不是用量子產生的話 那的確是可以用量子電腦去算出來 但是這是我們這邊的研究專題 我們是要用量子的方式去產生這個密碼 所以這樣的話就不會被量子電腦所破壞 對於未來的樂透有可能是用量子電腦產生樂透號碼嗎 對用量子的方式去產生這一個樂透的號碼 那這樣就不會被量子電腦所破壞 那老師覺得就是你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是 需要被就是隨機亂數就是處理的 比如說現在我們要跟某某人講這個敲敲話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在公共場合對不對 有時候你跟這個老婆跟小孩講一些比較 比較親密的話對不對 你又怕不太好意思會怕被人家聽到 那你這個透過這種所謂加密的過程當中 你讓你都聽不到你們在講什麼 但只有你老婆小孩知道你要跟他講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時間到 像老師在做的就是量子隨機亂數產生器 它跟傳統的相比它有什麼優勢啊 傳統一般的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應用或系統 他們在產生隨機亂數的時候 多半用所謂的一個用一些所謂的軟體 然後用一些演算法去產生這個隨機亂數 有時候我們稱這個叫做偽隨機亂數 因為通常你透過一些演算法或軟體所產生出來的隨機亂數 如果你對這資料做一些比較長期的分析 你可以慢慢知道它會產生的一個機率 所以你可以對它做一些預測 那如果用這個所謂的量子所產生的隨機亂數 基本上這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就像是這個上帝的骰子 就是說這個骰子有直接是上帝去創造出來的 那你基本上你沒辦法對它做一些預期 所以這樣情況下回過台就是說 現在很多就是說用量子電腦要去破解一些密碼 那如果說你可以透過這所謂的這個非常 上帝骰子產生出來的隨機亂數所產生的這個密碼 基本上就是不容易被這個量子電腦所破解 那我想要問老師說這樣的隨機亂數產生器 一定要用光量子嗎 那其他量子不可以嗎 OK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基本上所有的量子系統都某種程度 具有一種不可預測性 所以只要你是量子系統 你帶有這種不可預測性都可以產生這隨機亂數 那用光量子產生隨機亂數的好處就是說 首先它的操作來講的話呢 不需要在底溫 因為很多的一些其他量子系統可以看到 就是說它通常它在操作上面 對於這環境要求是比較高的 比如說我需要在很低溫情況的 或者是很高升空情況下 那這個量子特性才會出現 那用光量子基本上它的操作來講 不需要在很嚴苛的環境下 在這個試問下就可以操作 然後另外就是 特別是我們在我們研究過程當中 我們是利用所謂的自然界的一個底噪 去產生這個隨機亂數 那這個用自然界的底噪 無論是它跟你的環境的一個溫度啊 或壓力都沒有太大關係 這底噪就一直是存在在這個自然界當中的 那它也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干擾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底噪去產生這個隨機亂數 它的所謂的一個亂度是非常具有自信的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底噪它的涵蓋的頻率非常非常廣 所以我們可以很高速的就產生這個隨機亂數 比如說我們可以一秒鐘可以產生幾兆的這個隨機亂數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一個事情 所以說那同時這個整個系統我們又透過這個所謂 細光子晶體光學的技術 可以把它整合在一個晶片上面 所以可以想像說未來來講的話 你可能只要一個像手指般大小這樣的晶片 它就可以給你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 隨時你要產生一個隨機亂數 那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 那大致上是這樣 像這樣的隨機亂數產生器有哪一些就是比較實際上 生活上的應用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的一些遊戲 那其實都是它的一些場景的設定 都是需要透過這種所謂隨機亂數 去做這種所謂場景的設計 在生活上面來講的話呢 你會用到這隨機亂數 比如說我們所講的所謂線上交易 那你的所有的一些密碼或一些資訊 你都希望能夠有很好的一個加密 你不會被其他人所破解 或外面的駭客所破解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 你就會需要這個隨機亂數 去做的資料傳輸呢 會比較有比較 確保你的資料不會容易被破解 即便被別人所拿到 它也不知道怎麼樣去還原子 出你原來的這個訊息 那最後我想要問老師說 就是你有沒有曾經在研究中感受到 就是很感動的時刻 最大的一個感動部分就是說 在傳統很複雜的光學系統上面 所看到的一些量子現象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在今天裡面 就可以產生然後可以觀察到 那對於把整個量子方面應用 更往這個生活化上面推進 我想就前進更大的一步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玩量子 玩出興趣 玩出對量子的想像力